今天我也把这些方法 非常具体的说出来了 供养给大家 你修尽足 你求神进度 我们要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 我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 我的身是阿弥陀佛的身 我的念是阿弥陀佛的念 念念不理阿弥陀佛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世尊所为 置心一处 无事不办 我们把置心 一处就是阿弥陀佛 这一句称号 我就把心置在这一处上 什么事都解决了 一生的学习就这一部节 常常念这一部节 初学的人呢 读诵 把一部经念上一千遍 一般可以能背诵 还不能背诵 就再一千遍 三千遍 四千遍 我过去曾经遇到一个人 他念了六千遍 能背诵 有觉醒 一天念五遍 一年一千五百遍 他念了四年 这是先把他念背 能背之后呢 叫戏剧 像吃东西一样 不可以混乱吞草 戏剧是 每一天 这个大经节 看一段 细心去看 字字句句里头有五两一眼 一句细贫发味 才真正体会到 古代的所说的话 一点都不讲 世卫哪有乏味弄啊 真正尝到乏味 你连吃饭睡觉都忘掉了 自己精神体力不满 真的是 长生 欢喜 欢喜是自己的受用 同时也欢喜 教别人 这就是用自己的法系 用自己的法位 供养众生 绝不能贪多 贪多 麻烦就来了 障碍先前了 贪多你就退转了 一门深入 就不会退转 让我看下了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上